- 得體夫婦 歡迎大家來到 Sony數位教室線上頻道 我們是 得體夫婦 平通現在手上這台就是 Sony最新的ZV-1喔 今天我們就帶大家來看看 我們怎麼拍攝出 有趣又好玩的家庭生活吧 Yeah 平通拍我 拍我拍我 誰拍我 你要拍誰 要拍誰拍我 我拍 為甚麼我會選擇這台相機來拍攝家庭生活系統呢 因為Sony ZD1 有著 24-70 的焦段 以及它有 F1.8 到 F2.8 的大光圈 在低光源拍攝底下依然清晰喔 就外觀上來說 它前面有一個小把手 方便拿取相機 以及側翻式的螢幕 在拍攝的角度上更靈活運用喔 在錄影規格上它有 4K 不管是室內戶外 有這樣的豐富的錄影規格 足夠滿足我的拍攝需求 錄影選單就在按下 Menu 鍵之後 上方選單有兩個相機圖示 分別為影像品質、影像尺寸 1 和動態影像 1 那我們一般使用的錄影功能 主要都是在動態影像 1 這裡喔 好 我們現在看到有檔案格式 以及錄製設定 假設我今天要選擇 120FPS 100M 我該如何選擇呢 我先在檔案格式這邊 選擇 HD 再來我到錄製設定這邊 去選擇 120FPS 100M FPS 是幀數 會影響慢動作的倍率 後面的 M 是每秒流量 流量越高畫質越好喔 所以通常我都會選擇比較高的選項 就拿家裡的拍攝狀況來說好了 我們可能常常會玩一些躲貓貓啊或跳舞 那在大量移動的狀況下 最怕就不到焦喔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預先開啟眼控對焦功能 在相機的最後一層按下 Menu 鍵 就會看到影像品質、影像尺寸 1 我們找到第五頁 好 此時呢 我們會看到人臉以及眼部AF 設定 我們進來 我們找到面孔眼部優先 我們選擇開啟 再來 我們選擇被射挺偵測這邊 我們選擇人類 我們就完成啦 全新的原廠藍牙手把 用起來真的很順手喔 只要事先設定好連結完成 之後每次開機都可以秒連結喔 透過手把上的按鍵 就能完成大部分的拍攝操控 像是錄影啊拍照 還可以改變焦段喔 不用再去找相機上的按鍵 超適合要不斷追著小孩跑的媽媽 可以隨時隨地的想拍就拍 而且手把握起來的手感很好 就算這樣打開 拿起來也可以瞬間自拍再放下 真的是紀錄美好瞬間的好幫手 VV-1的側翻螢幕真的很方便耶 不管是低角度拍攝 拍別人或是自拍 你可以快速的確認構圖跟光線 那在拍攝上也提升不少的安心感喔 那一家人啊 你都可以透過這個全新的藍牙手把 跟側翻螢幕的結合 那自拍上也不求人 真的很棒喔 哇這個是柔膚功能嗎 對 超自然的耶 沒有化妝都看起來像有化妝齁 這個是關掉的喔 我們現在沒有開美膚功能 是不是有點落差呢 但其實好像這台本來 沒有這台本來就很強耶 就蠻強的畫質滿好的 這台很好喜耶 顏色什麼都很棒 對齁 媽媽超適合這個功能 她好媽媽必用的一個功能 對的 因為媽媽沒有時間在那邊一直化妝 但其實我自己也很想說 你很適合耶 真的喔 你看你的皮膚很糟啊 我們在相機外面按下Menu鍵 看到影像品質 影像尺寸選單 我們來到第10頁 看到柔膚效果 選進去 就會看到 中 高 低 三種程度 我們一般會選擇 中 按下確定 此時柔膚效果就開啟囉 要選擇臉部優先測光功能 就在相機外面按下Menu鍵 看到影像品質 影像尺寸1 我們來到第7頁 看到多重測光時面孔優先 我們選擇開啟 這個時候就打開囉 我如果在廚房做菜啊 又想要做教學影片的話呢 麥克不在家 平靈又太小不能幫我拍影片 這時候 我如果在廚房做菜啊 ZV1就是我最好的助手 你看它有一個 產品展示的功能喔 我把它放到前面 它鏡頭就會自動偵測焦距 哇 你就會看到它 拍到很清楚的食材 然後我如果要繼續解說的時候 哇 它又馬上能追蹤到我臉的焦距 這最想要一人拍攝 又想要拍攝拍下影片的人來說 是一個很強大的幫助喔 我們要開啟產品展示功能 很簡單 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呢 就是選擇FN鍵 在選單這邊就有一個產品展示設定喔 我們可以選擇 開啟 以及關閉 有一種更快的方式 在Sony ZV1 出廠的時候 原廠設定 就把快捷鍵做在C2鍵這邊 我們只要按一下它 就是關閉以及開啟囉 來 好 一 到我 百分耶 沒有 有啦 好玩啦 太快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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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常帶小朋友來公園的家長就會知道 小朋友在公園跑來跑去 好難拍喔 這個時候你就想說 欸 相機如果有一個慢動作的功能就太好了 所以啊 Sony ZV1 它就是有一個高速慢動作功能的相機喔 你可以在小朋友當秋千或是溜滑梯的時候 捕捉到那個很美好的瞬間 很慢很慢很慢的 一個很棒的畫面 你回家看的時候會覺得 哇 真的是很美好的回憶耶 我們要使用 ZV-1 高速慢動作功能 就在相機的上方 按下 MOD 鍵 此時我們看到很多的模式 通過選盤 找到我們要的高幅率 HFR 按下確定 就會看到 P 模式 A 模式 S 模式 以及 M 模式 那我一般啊 建議初學者可以使用 P 模式就好 P 模式會幫你自動 設定光圈與快門速度 按下確定之後 確認一下現場的曝光 對焦 確認完成之後 按下中央按鈕 此時 再回到 錄影鍵 按下錄影鍵之後 機器就會幫你自動 錄製一段高速慢動作的畫面囉 一鍵緊身的功能讓我很驚豔喔 這樣我就不用了解光圈那些攝影術語 只要找到那顆很好按到的按鈕 按下去 馬上就能得到心中想要的畫面 全新的Sony ZV-1 幫助我們留下更美好的家庭回憶 真的是一台很棒的相機耶 未來更多更精彩的內容 都在Sony數位教室線上頻道喔 我是麥克 我是小皮 我們是 Duddy Foo Foo 大家下次見囉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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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會出現你的照片 你選你的照片 你選你的照片給奶奶 你要選哪個傳給奶奶 你選一個 今天拍的影片給奶奶 還在按藍色 喔 奶奶關上了 告訴我們留下更多更美好的回憶喔 未來持續更多的內容 未來更多的內容 未來更多的內容 請持續鎖定 Sony數位教室線上頻道 我是麥克 我是皮 我是德體夫婦 大家下次見囉 Bye Bye 這個也很好喔 打死你喔 我要用這個啊 你不能用這個喔 你忘記想到 你忘記想到按讚訂閱分享喔